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用糯米粉和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开水一烫,香甜又好吃,做法超简单 盆里加入200克糯米粉,再加入一勺白糖 再加入280毫升的开水,用开水烫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这种粘稠度 再多次少量加入干糯米粉 继续搅拌 搅匀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面团不用饧面 按板上撒点干糯米粉 面团一到面板上,再次给它揉搓一下,揉光滑 揉光滑以后搓圆 按扁 上面撒点干糯米粉 用擀面杖擀成面片 擀成这种大薄面片就可以了 取一个水杯,杯口朝下,放在面片上拧一下 这样一个小饼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小饼就可以了 在每个小饼的上面刷一层油 在每个小饼的上面刷一层油 这样更加的香 再用手按压一下,防止黑芝麻脱落 热锅倒入食用油 放下筷子冒密集的小泡,油温就可以了 下入做好的生冰小饼 开小火慢慢着 每个鼓起大泡快速地翻个面 这个很容易糊,炸的时间也比较短 要勤翻面 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用糯米粉做的小饼就已经做好了 香甜酥脆,简单快速,非常地好吃 这个用糯米粉做的小饼就已经做好了 而且还各个鼓大泡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